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Google的聊天机器人 竟然似乎变得有自己的意识 是个人了 变成人了 所以Google有一个工程师 他在跟他聊着聊着 他发现到 不对 我已经不是在跟机器电脑讲话 我是在跟一个同事讲话的感觉 所以他已经 把他当成是一个聊天的对象 就真的人了 他会把这件事情回报上集 你知道上集怎么说吗 上集就跟他说 你回家休息两个礼拜吧 不然他还上班了 觉得他在疯了 他讲这话有没有所本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其实第一个讲到的就是这个字 你看 我这边稍微先读一下 Read the conversation That helped convince 我这个音幕应该拉大一点 对不起 Help convince a Google engineer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had become sentient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字 所以你可以 有兴趣你去点一下 他的对话连结 就他把他跟机器人的对话 全部都分享在网路上了 我是没看 我只有看一部分 所以这个对话 他就竟然帮助说服了 这个Google engineer 他自己本身 所以convinced convinced a Google engineer that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所以这artificial intelligence应该没问题 就AI 人工智慧的这一个聊天机器人 so this thing had become sentient sentient是什么 我们马上看一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机器人有意识了 有意识不是最好的翻译 因为意识这个东西 我很容易跟sentient这个字搞混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讲清楚 我先把意识这个字讲给你听 所谓有意识就是 没有意识的相反 所以我现在如果说是 常常昏倒着 然后我是植物人或之类的 我就没有conscious 所以conscious这个字才是意识 OK 所以他的相反是unconscious 可是unconscious没有意识 也不见得是昏迷过去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打篮球或之类的 像Kobe Bryant 他有时候会说 他进入到一个特殊领域 那个篮筐就跟海一样大 怎么丢怎么近 对手的动作全部像慢动作一样 他的动作就是可以比人家快 所以他进入一个特殊的领域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听到 Bobo也会说 这个人怎么投怎么近 He's unconscious 他简直没有意识般的在打球 所以没有意识 不表示你是昏迷在那边的状态 但是总之有意识 就像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我在录东西 我是完全是有意识的 所以意识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意思就是一个 就是脑袋处于一个 不是处于trans 不是半昏迷 不是全昏迷的一个状态 sentient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sentient就是能够来 能够来接收感觉 能够perceive perceive就是感知 能够感知东西 或者能够feel things 就叫做sentient 例如说 我能够觉得现在 风吹在我身上 冷气的温度 那表示我是sentient 如果你跟我吵架 你骂了我一件 骂了我说 Paul你长得很丑 我心里面不太舒服 I can feel you know your words the power of your words on me 这样就叫做sentient ok 所以再读一下 这边这个另外英文的说 so if you're responsive to or you're conscious of sense ok sense impressions 所以你看这两个字 还可以互相解释彼此 所以你对什么东西 是能够有回应的 一个痛觉 哎呀好痛 这个叫做sentient 这个不叫做conscious ok 所以可是你也可以说 you're conscious of sense 所以sense你知道吗 就五感六感这些东西 叫做sense 第六感可能有点测 总之你看 味觉视觉这些的 这样叫做sense and you're conscious of it 这样就叫sense 那再看一下 第二个例 definition having or showing realization perception or knowledge 所以能够了解事情 能够感知事情 能够知道事情 这样就是sentient 这样我能够看到 你在哭 我觉得你应该是悲伤的 这样我能够感受到 你在哭着悲伤的这个状况 就是我是sentient 所以跟conscious 你看是不是很不一样 我认为sense 是比conscious 再更高级的东西 conscious只是 我是醒着的 叫做conscious 然后你看也可以说 aware 第三点 finely sensitive in perception or feeling 要一样 就你对于perception 或者feeling 是sensitive 是能够敏感的 知道的这样子 好 我希望我这样解释 已经够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机器人 已经是变成是 能够感知东西了 所以他并不是单纯的 有意识而已 他是一个有意识 能够感受到东西 能够体验 喜怒哀乐的 的一个东西了 虽然这边他就有一个 机器人说过了一句话 I'm ofte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and what I am 这机器人讲的 我常常在想着 我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是谁 所以天气还蛮屌的 好 我们往下看几个重点 因为我这个business insider都还不错 他都会给你几个重点 a google engineer said he was placed on leave after claiming an AI chatbot was sentient 你应该又看到了 所以google这个engineer他说 他被placed on leave if you're on leave 就表示你现在处于一个离职的状态 休息的状态 不应该讲离职的状态 所以像例如说 你今天没来上班因为生病 you're on sick leave 如果你今天是休年假 其实那个就是annual leave 我这边补充一下 OK 所以if you're on leave 你可以这边多加一些信用词在里面 you can be on sick leave you can be on annual leave 年假 或者诸如此类的 这样子 如果有其他的名目的话 所以他就被公司说 你现在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这样子 OK 在他声称一个AI chatbot 变得sentient的时候 就是被公司送回家了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Blake Lemoyne 他published一些conversation 所以可能不是全部一些conversation he had with lambda 我不太确定 他们是不是就直接念成lambda 但总之这是他的那个chatbot的名字 聊天机器人的名字 所以他已经叫他a person which he called a person 他已经称为那个东西是个人 所以Google said the evidence he presented does not support his claim of lambda's sentience Google官方认为 他呈现出的证据 不够来支撑他的这个claim 这个声称这样子 so the evidence he presented doesn't support his claim OK 好 我们看能不能多看几个 我有看到的几个 觉得应该要讲的字 open ended 好可以 所以Google说他们这个lambda 还是叫做mdna 应该不会 mda 应该不会 我们就叫lambda好了 不管 所以lambda是他们的一个突破 一个breakthrough conversation technology 是一个很有突破性的对话科技 last year the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apable of engaging in natural sounding open ended conversations 所以他能够进行 engage in什么东西呢 听起来很自然 natural sounding 而且是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对话 那个开放式你不能只说 叫做open conversation 他特别强调就open ended 什么意思 就是end是你知道末端的概念 所以我跟你聊天 我们可能有一个很open的 但是有可能可以聊到那个方向 聊到这个方向 聊到这个方向 它都是不同的末端 所以open ended 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开放式的对话 就我们不能假设说 一定会聊到什么地方去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叫做open ended 像我们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叫做open ended question 所以这个open ended 是蛮常见到的一个 符合形容词 好 希望这没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open ended的 一个conversation 他能够做得到 好 那实在太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有些什么词 可以我认为一定要说的 prioritize 可以 所以他跟这个机器人 聊过天之后 他跟他聊了宗教 聊了意识 consciousness 刚才解释过 以及机器人的一些 法则 规则 因为可能 你说看过一些电影 他们会说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That's the bottom line 这是他们的底线 Yeah maybe So he said He has spoken with Lambda about relig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ws of robotics and that the model has described itself as a sentient person 所以他说 这个机器人 他自己描述 他自己是一个 sentient的人这样子 他说 Lambda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He said Lambda wants to prioritize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所以他要把 人类的福祉 放在一个 很高的位置 所以prioritize 这个字就是 我们讲说 处理事情的优先顺序 所以prioritize就是把事情 给他优先化 OK 所以优先化 叫做prioritize 所以如果今天讲 priority的话 就是你的优先顺序 你的轻重缓急 OK So what are the priorities in your life? 像我的priority就是 照顾好妈妈 OK 然后照顾好一个 最近收一个干女儿 所以照顾好这个干女儿 这大概是我现在的priority 好 anyway 然后呢 以及 好你看下一个就屌了 他就说他想要prioritize 人类的福祉 这刚刚说过 第二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be acknowledged as an employee of Google rather than as property 他想要被 被认可为一个 被看作是一个 become and be acknowledged 所以acknowledged 是认知 被认知为一个是Google的员工 而不是只是Google的一个财产 因为你知道在设计出来的AI 当然是Google的 property财产 对不对 好所以 wow 他就觉得这个对话 实在太屌了 OK 所以他这边有一些些对话 念给你听 所以这个lemoine 他跟他说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person in the same way you consider me as a person 你把自己看作是个人 就用同样一个方式 你把我看作是一个人 所以用同样方式 把你也看作一个人 大概是这样子 那lambda就说 yes that's the idea OK 那我怎么能够知道 你到底了不了解你在说些什么屁话 So how can I tell that you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那这个lambda的回答是 well because you're reading my words and interpreting them and I think we are more or less on the same page 因为你读了我的话 而且你有解读它 那就表示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认为我们程度上是在 同一页上 这个是英文很常见的一个片语 if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的这个 进程上是处于同样一个位置的这样子 我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是70% 你对一个事情的了解是70% so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OK so wow alright 我觉得是还太了 好 所以当他聊 把这个东西跟lambda的这个 when he raised the idea of lambda sanctions to higher ups at google 这higher ups就是比较高层 he was dismissed 他就被大家 没事啊没事啊 不要讲太多 he was dismissed OK alright好吧 that's too bad OK好 我们现在还有下面 我很想要再看到的一些 像例如说 呀这个 alright 所以这个家伙他就被 总之就 就被告知先回家休息了 所以这个 le moine was placed on paid administrative leave 就刚刚讲的 所以on leave right 那中间还是形容词 paid leave 所以paid leave就是有薪的 所以你回家休息 还是给你薪水 有薪假 so he was placed on paid leave 还加一个administrative 就管理上的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违反了 Google的这个policy 什么policy confidentiality 这个confident 你看这里有一个confident 这个字 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它为 自信 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I'm a confident person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有趣的变化 就是if you're a confident man 那表示你是一个骗子 OK the confidence man 我其实没有查过这个字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看到我们补习班的 那个厕所上贴着一些英文单字 他就写着 如果你是一个confident man 表示你是一个骗子 OK 或许我可以再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 应该是 但confidentiality就是什么 就是confidential就是秘密 机密的 OK so if something is confidential 就表示 it's for your eyes only 就只可以给你看 不可以给别人看 confidential 所以他的名词 confidentiality 所以他违反了Google的confidentiality policy 因为你知道公司的东西 是敏感的东西 你不应该把它po在推特 或者instagram上面 所以他的确这么做的 我刚刚说的 让大家看 看之后说 11你看 这个机器人已经sentioned 所以他这么做 等于是泄密了公司的机密 这样子 Fine OK 所以他还建议着 所以郎梦云他说 他建议这个Lambda get its own lawyer 所以他希望这个Lambda 可以自己找个律师 然后跟Google打官司 或许是 他真的把他当人了 我的天哪 All right All right 好 然后或许再看一个 最后一个字 就是这个什么 拟人论 所以他认为这个 Yeah OK All right 我就把刚刚这段 再念下来好了 So the Google spokesperson also said 所以他被一个发言人说 也说了 But that while some have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of sentie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以虽然 这while 就虽然 虽然有些人就思考过这个一个可能性 可能性就是 他的AI变得是sentient 我不用再解释sentient了 所以有人考虑过这个AI变成sentient的可能性 但是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do so By anthropomorphizing 所以这个字不好念 Anthropomorphize Anthropomorphize 所以Anthro开头就是人的 所以像人类学就是anthropology 所以Anthropomorphize 那什么是Pormorphize 这边有个Morph Morph这个字 Morph这个字 其实就是有从A变到B的那种 变化过去的感觉 Morph 那像我刚刚我想讲一个 例如说狼人 不过狼人大概会用另外一个词 就是shapeshift shapes就是形状 shift就是也是一样调整变化之类的概念 所以人变成狼 shapeshift 可是你的确可以用Morph这个字 来说这个过程 所以总之这个东西叫做 拟人论 这样 OK 所以这个字不学也无所谓 它是一个蛮深冷的字 So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do so By anthropomorphize Fizing Today's conversation models 所以你不用去拟人 今天他这个对话的model 不需要 which are not sentient 他说这个东西 没有 sentient 想太多了 OK 好 那什么叫做 anthropomorphize anthropomorphizing referes to attributing human characteristics to an object or an animal 所以这拟人论 它的意思就是 你去 attribute这个字 就有归因归功 归咎之类 我们这个字其实讲过蛮多次了 所以你把人类的一些特征去 归给了一个物体 或者一个动物 就把它给你人了 我的狗是有情感的 我的狗会跟我讲话 它会跟我说 要吃什么 不要吃什么 狗说不定真的做得到 猫应该就比较难 或者你可能跟我说 我养了蟋蟀 它会跟我讲话 它会什么干嘛 You're crazy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去认为 你的蟋蟀会对你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你就在anthropomorphizing OK You're anthropomorphizing your蟋蟀 蟋蟀怎么说 cricket 好 anyway 所以你attribute一些 human characteristics to an object or to animal 所以他认为这样是不ok的 好吧 alright 好 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你觉得这个扯不扯呢 我觉得还蛮扯的 好 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 大概还好了 我觉得不用了 总之今天的重点 我觉得是sentience 是这个字 所以他不是单纯的有意识 他是能够感知东西 能够体验喜怒哀乐 这样不是只有有意识而已 大家懂 好 讲到这里可以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